地藏本愿杜众生 因果轮回不灭 欢迎收看地藏经说因果 没有人希望自己会遭遇苦恶 但苦恶却往往是推动 我们成长的关键力量 好比龙鼠菩萨 曾经逃过被乱刀追砍 幡然醒悟 进而从一位叛逆少年 蜕变为大圣佛教的八宗共主 而在明朝中叶 也有一位狂放少年 成长为影响深远的儒学大家 他是被后人称为 杨明先生的王守人 他的转变同样和一次 差点丢掉性命的牢狱之灾有关 今天的《地藏经说因果》 藉由王守人的故事 来了解如何自助天助 远离为恶 王守人出生在一个宿乡问题 关闻世家 他的父亲王华 是当地的传言 在地减肥 真受到风地气中 照理来说 王守人应该 他如果不就走去德冠 研究新生风雪 而且王守人的个性 很严肯 整天超大 说他自己大核要做性灵 但是他当不当 就在家里领麻烦 一般的人来看 这真正是一个严不严肯 只不过 王守人 他又在怎样立帅 他也是不敢 违控父亲的意思 在父亲严格要求之下 他乖乖 拿去 宿乘五经 准备参加科技的科技 不得不说 聪明的人 真正就是聪明人 王守人 他在二十一会那时 他第一次参加科技 就得了孤零 但是在三个的几次科技 王守人 因为买乱在新鲜 社会的世界中 没人真好心 饮食破腹下的下条 就是每一次都免漏顺散 只是 王守人 他一点也没在意 反正回来 安慰那些屋子 可没得到六磅的人 让王花对这个好心 真头疼 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真不容易 王守人 终生是在二十八回时 尽数习帝 做一个小歌 但是 但是 他对 他对 幻想的 官典 相对 他并没有 相对 也就是 整天 专严 阻 都 两家的 厚率 对救 中心 不乐之俗 王守人 王守人 这般 厚重不及的 人生 第一 三十四回这当 起了 环天 富地 大变化 因为 宣官 老人 专款 撇海 文心 王守人 看不下去 他 马上 叫人 将 王守人 抬起来 将打四十大半 打入 江落 他的父亲 也受到 勘连 被冠出 北京 吊 南京 王守人 他自己 被 发败到 几十月 浪中 在万凡 一地 做一个 二十的 小歌 人生 就像是 一趟旅行 在 长途 跋涉的 过程中 会遇到 上坡路 也会有 下坡路 有顺境 也会有 逆境 有快乐 同样 也有 痛苦 如何面对 这一路上的 荆棘 是每个人 都必须 学会的 课题 修行学佛 正是在 培养我们 成熟 正确的 观念 和态度 让我们 能够在 大风大浪 的人生 旅途中 勇往直前 即便 身处困境 依旧可以用 乐观 积极的 态度 来面对 学习将 痛苦 转化为 动力 纵然有 再多 不顺遂 或磨难 也能 将其 转化 打开 转化为 破海并没有 九处结束 在 翁修林 比流风的 道中 深渴 奥独的 路径 竟然 派 撒手 一路 堆撒 好 在 翁修林 真实境 发现 真 形 怪怪 他马上 破一大 大 车头 跳河 唯众自己要资金 骗过刺客 才得过一夹 美国对撒的 翁修林 继续 翁南京 刚好要落过南京 这天 是八月十四后 中秋节就要到了 翁修林决定 他要晚上回家一阵 探望 真久没记住他的父母 想不到 翁修林 大际加盟这一夹 他所看到的 不知是 记忆里面 那个 整天 将 淋雨 雷神 掛在 水边的路线 现在看到的是 一个 面両主上 白发 苍苍的老人 这个时刻 他才发觉到 原来 一个没注意 他的父亲 已经老了 意外是 原本准备 接受父亲 一档妹 的 翁修林 这准听到的是 一声又一声 真极重的声音 安慰他说 回来就好 什么事情都 不要够收 好好地 在家里 他后再上路 虽然说 南梨 幽黎不清大 可是 父亲的位 让翁修林 忍不住 悲伤的情绪 他的人生 他人生当中 很犯人 主动向 父亲 淋测 他整地 父亲的 面前 戴头 老老 说 是 害理不好 不买事,没有经过时刻的意气用书 王花点点没说话,一个仔才把王修林扶起来 手放在他的肩膀头,用一种无比的骄傲 还有机缘的口气,慢慢说 孩子,你做得真正,不敢感情做灰做拍书 这就是君主的初书之德 你一定要一直更修信用这份信仰 家一向是最温馨最温暖的避风港 当我们在外面遭受风雨后,疲惫地回到家 母亲递来的一杯热茶,一句问候 乃至父亲的欣慰拍间,都足以消除所有的困恶 家是如此美好,我们怎能好好珍惜呢? 善用佛法,效法佛说善生经理 对家庭伦理关系的论述,如实奉行 必能收获圆满人生 欧修林跟亲友联合在家 享受很可贵快乐的时间 即将中秋加烟上 父亲特别邀请,陪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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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 排队,不要呈止人 一路看起身觉,每天都赶他 早上,大榴崩垃圆移的时间 蘇嵐,然後迷陪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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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 LinkedIn 提起勇气,赞翁両党,去面对未来的人生 在开战前,父亲一在定领 不管过大过小,既然是丢领人命 你就很不胖胎,要尽心尽力做好地平的背心 伯娘在这几天的相处,虽然是很低 但是,欧修林一种父亲的教师都记在心里 先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专制点 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 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 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是佛说的遗嘱 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 请护持地藏经说因果节目制作经费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明十方法界基金会 生命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 灾难苦恶随时都会到来 就算到了绝境,也还是有转机 而这个转机就是我们的选择 总是喜欢抱怨,没有任何好处 反而是阻止我们成功的重大阻碍 要脱离苦恶,要先反省忏悔 并改变错误的价值观 不正确的做事方法 才有机会离苦得乐 大雨过后,必然会是晴天 王秀林拔参过而已 经过千辛万户,终于来到贵酒的流程 这虽然是山明水修,风景很漂亮 但是这是一个完全未开划,很浪漫的地方 王秀林,他不听不懂当帝人说的话 何项要说话有困难以外 就连一个,这因为阻塞都没有 没办法,他只好到水中 搬去山顶的酒堂里面 不用拯有一个,暂时扎风票好的地方 不然水土不好 王秀林心变的人全部都一个伴买 唯独王秀林 因为他在昨年有神父的关系 他的身体也算是不错 当当一个世俗地主沦漏到处 王秀林一并没有比赤兜 但他很清楚听得到 要脱离困惑的第一步 受伴是爱人穿现实,照顺现实 年后想办法自立经生,没有救出路 所以会做,冷做的事情 王秀林他都自己亲自当手 买去麻烦别人 买买做的事情 他就放下心端,就在自己做 现在他自己打茶、起火、烧水、煮饭 要做很多人的婆娘、照顾她 他要再带一个操作 做当地人的老师 来教他们讨设设计 还教他们开困症地 王秀林在这里跪着 婉离、冠状属、翻破整个人的生活 看起来依然自得 事实上,他将来没办法去治父亲的旗梦 以及他自己自小时的治愿 他要做一个圣灵 每一次亲爱的时 王秀林他的经测、俗客 要怎样做才能做一个圣灵 圣灵、勉淋、困苦、围乱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们都会怎样做 这天晚上,大家都已经睡了 四周围很安静 未溜过过更团来一尊厕丝 原来,这个厕丝是王秀林 他若笑若发起大声话说 我勉弼了 圣灵之得、五成祖族 圣灵之得、五成祖族 这是王秀林、两会、如家、父家 再结合主心的困境 所勉弄出来的结理 他因为,圣灵之得就是两地 判断世间、善恶对策的标准 也是两地 两地每一个人都有 并是祖族的心 心是万书万物的金本 所以,心我无理、心我无物 这跟三中的心性论有一点点的相同 也清楚是,这首是基所说的 腹在零三无万求 零三只在如心头 人人有一个零三塔 好向零三塔下手 明明了 心是一切宿布的境远 就要带两地 通过祖心 以及实现两地 力求地形学义 如同,他虽然是 心含在两定的 恶恶的环境当中 也会记得父亲 告到他的心念 并且身体力行 站在我们身边做事 脱起轻狗案来做人 五百多年前 在红山压令的浪中 王修林他就开创出 受于他自己的风格的心脱 不但为他自己 留下不少的生命 也为中华文化的思想 增加灿烂的心去想 以佛法的角度来说 世间的善法 如梦幻泡影 经典中说 善恶如幻化 三界如空花 世间的善 虽然是假有 但不是没有 好比我们做梦 是虚妄不实的 但在梦没有醒过来之前 梦中的苦与乐都不是虚妄的 等到梦醒之后 才知道是虚妄 而我们现在就是要觉醒 要从梦中醒过来 首先要断恶向善 其次要破除执着 多久 很久以前 在一个偏远山 库的村子里 有一个唱歌真好 少有名去的 刁客师傅 有一天 买阿嬷 但是 储宾对附近的世音 上显回来 对这位师傅说 是她的主持 想要请她去聚一段 步骤上 所以 丢聚师傅 整理好工作 她就准备要出发 要去这座世音 要兵过一座山头 躺过山头上 一大片的手 但是这座山头 最近恰恰有脑固的团门 那些驾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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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都给一个非常恐怖的轮跪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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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雕客師父突然發現 頭前有一個路主坐在路邊 草野都沒到破棄 看起來很疼很浪費 雕客師父好心問路主 心想有事需要幫忙 問過才知道路主跟他的目的一樣 所以雕客師父他就很好心 主管要判他一天 過世中雕客師父他的心上戴著艱固 又怕他一個路主 怕到整身去看 他就停下來下睡 路主問雕客師父說 你為什麼不愛自己掌緊掌路 要為了我擔誤死心 你不怕團睡中越多出海嗎 雕客師父說 我不是不怕 我也想要走走 可惜我若是將你一個人留在山口 萬一你遇到飛險要怎樣 我愛你走是很疼 但是技術後上有一個照應 講完在冰凌的過世當中 剛好看著身去旁有一個 治療不錯的茶 他拿出艱固 眼睛看著這位路主 一桌一桌 雕客出一尊人像 路主看著問說 你在雕客什麼 雕客師父他的心來很高興 他回答說 我在雕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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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你的雕貌真主上 真像菩薩 我就按照你的雕貌 來雕客一尊菩薩 路主聽到這些話 當中馬賽流下來 因為他就是團門中 那位真恐怖的路貴 在沒多久之前 他一個人半三桌而已 不幸遇到一頂宮桌 他沒在底下 失去很多 當時很傷心 往三桌跳下去 化為力貴 專門在夜間出過路人的死命 一個萬懷受憤和憤怒的路主 慢慢沒想到 會有人說他的雕貌真主上 親像菩薩 剎那間 路主的心甲蓋開了 他化為一頓宮門 消失在月夜的山谷來 下天 丟客師父 他路旗來到死衣 自從這天開始 就沒再發生 夜行的路人 比路貴傷害的事 心底無私 天地寬 為人處事 只要能做到慈悲為懷 捨己為人 如同故事裡的雕刻師父一樣 即便是鬼道眾生 也會被這一念善心所感動 進而解冤是結 然而在現如今 這個紛亂不禁的社會中 我們早已習慣自我防衛的心態 總是戴著有色眼鏡 看待周遭的一切 甚至小心翼翼的提防他人 最後人情 越來越淡薄 而與我乍的禍事 越來越多 追根究底 這些禍事 都是我們心存不善 手招感 感謝您的收看 地藏經說因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